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赵梅族 今天呢是星期日 是3月31号 3月31号 我现在记起来 之前看到一项30 31 现在已经过了30 进入31号了 OK 感谢赵梅族 星期日 OK 明天呢 就是星期一 就是4月1号了 所以每一天我们就 越接近回家的日子 感谢赵梅族 好 那昨晚呢 万能神 我归下来的时候 当然 随时都可以看到 神的大爱了 如果圣灵给我看到的话 当时昨晚呢 就也是看到 神天空都是定流 定流的很厉害 感谢赵梅族 还有我现在 就算我现在闭起眼睛 我看到是神的荣耀 天使满天空 OK 当然 也一团一团的门 有时候 这个天门呢 就有四方形的 长方形这样 一排一排排下去 有时候呢 就一团一团 有时候就好像一团一团 会有呼吸的那一种 所以感谢赵梅族 那你说 莉莉 你看到的印象 是不是24期啊 对 我醒来都会看到 眼睛一闭起来 也会看到 有时候眼睛睁大大 也会看到 OK 感谢赵梅族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躺下去 就是比较暗的时候 我的眼睛张开 是看得很清楚 满天空都是天使 OK 还有神的荣耀 感谢赵梅族 好 那今天 李明治良 那弟弟华强 刚才先来的 就是在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 第三节 第十八章 第三节 第四节 主耶稣说 我们要回转 OK 要回转 不要在最终生活 要回转像少孩子一样 那么的谦卑 才能够进入天国 那大家都知道 说主耶稣讲到 怎样的人 才能够进天国呢 那不是那些大人有本领的 有读到博士学位 或者是世界最聪明的人 这些 才能够进天 不是 不是 一定要有谦卑的心 要像小孩子这样 才能够进天国 这是主讲的话 他说在天国 真是这样的人 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 然后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 第十四节 小孩子有什么感触呢 主在这里特别提到谦卑 我们一遇到大人 就觉得大人里面有骄傲 有虚伪不容易接近 尤其是有一点 才能的话 本领的话 取到什么名为地位 就骄傲自满的气概 实人不容易接近 而且当时小孩子就很天真 很自然 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就是骄傲的 也很容易跟人家喝在一起 OK 但所以在天国里面 没有骄傲的人 只有谦卑 像小孩子这样的人 越谦卑越少的 皇淫和尊敬的 而骄傲的人 却被人厌恶了 我们不是等到进天国之后 才谦卑 我们现在就要谦卑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走 被自己会改一切以前的都成为过去了 但是呢 最后不要再做错了 OK 每一天之常的生活之常的 每一天的思想心理的话 都是要谦卑 而且要敬畏神 OK 要敬畏神 不要缓罪 做错了 这收场是不可思议的 是有时候真的不可思议 那我们会知道这是错了 为什么又去换罪呢 对不对 就觉得有些人就觉得说 每个人都换罪 我换罪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 不要又什么 又有什么 怎样讲 为什么要受到惩罚呢 OK 大家记得我们基督徒已经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如果再继续换罪的话 那就是得罪老神 就是怎样讲 这上帝上一次讲的是 故意去换 去得罪神 故意去违背神 这是大错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我会接下去 我们像小孩子的样式 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 为此我们要除去那些骄傲的事 以及使我们骄傲的事 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 OK 看要把自己放得最低 对不对 因为圣地主说在他的果度里面 最小的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就变成最小的 那我们比较好谦卑 好不好 OK 而且不要评判别人 OK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OK 接下来 不要自己看自己胜过别人 或者是高过别人 让自己有什么骄傲的根基 OK 感谢赞美主这是真实的话 其实骄傲的人 心中没有平安 没有安息 OK 因为他很怕失去 他可以自刮的地方 而且谦卑人就十分平安 因为他知道说 自己没有什么长住 自己没有什么比别人好 OK 所以就很自主了 OK 喜乐 所以应当刚心乐意 做一个小孩子 受人的侵蚀 虽然是受到别人的侵蚀 但是我们只要逃到神的喜悦 就够了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二十九节 OK 十一章 十一就是被提 OK 二十五 二十五 那一次二十五是零 OK 二十九是再来个单位 好像在五的单位 就是恩典 感谢赞美主 神是爱我们的指道远远远远远 那看到的意象 其实昨天星期六三十号 好几次都看到 星天星地那边他们在准备 还有很多看到意象前面 是这后面的背景 是看到星天星地那一端 有时候看到姐妹 有时候看到弟兄 但是今天呢 大多数看到的是姐妹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主耶稣 哇 看到主耶稣之后 他真的很帅 看到主耶稣 他转过来就看着我 哇 我真的很感动 就什么痛苦都没了 OK 什么心碎都没了 OK 因为这样 有耶稣就有一切 对不对 自己赞赞美主 我相信大家 每个人就很快就看到主耶稣 当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你世上的什么痛苦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宝藏 OK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 有了主耶稣就有一切 好不好 OK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在图片那边 第一那边 上面写说 以撒亚书第九章 第九节到十一 这个是要到下面那边 听到声音说 Holy Bible at zero 然后有ground zero 那个我等一下再讲 就是圣经节 以撒亚书第九章 第九节到十一节 911 911 好那图片第二呢 是这样 昨天清凌晨 看到一个 Paper bag Paper bag 是个纸的包包 OK 很大的 很大的纸的包包 不是新的 就旧的 已经不漂亮了 OK 然后又没有看到 它的手柄哪边 手把哪边 就是棕色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相信 就是代表这个地球 OK 这个地球已经 已经很旧了 而且不漂亮 已经在荒野里面了 OK 然后呢 它上面有一个包包 就像就是上面 就像挂在那边这样 有一个包包是白色的 但是这个白色 也不说圣洁到怎样 就是白色 也可以说圣洁 因为主耶稣而圣洁 然后它的包包里面 又有一个小包包 更小的一个包包 这个更小的包包 是青色的 是青色的 那就是这样说 在这个世界上 OK 是中色 然后主耶稣的肢体 主教会呢 教会 就是基督徒 OK 是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然后呢 里面又有一个青色的 青色的就是 这些准备好了 要回家的疫情 这个一小区 要回家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有三种的一个 属于世界的 一个在基督里面的 一个是被提的疫情 就是照相奇事录 第二章第三章里面 有讲到有七种教会 OK 七种教会 但是只有一种教会 才能够被提 就是Church of Philadelphia 就是在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吧 好像就是什么什么 贴水教会 OK 接下来 就看到脚底 一双 鞋子 一边的鞋 鞋是看到底端 它的鞋的下面呢 鞋就是字 写Family Family就是家庭 OK 那这个鞋的下面 写着家庭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Google 是什么意思了 那鞋的意思呢 你有没有看到中间那边 下面 OK 鞋的意思就是 讲一个人的意志来 侍奉神 OK 当时这边写到家庭 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这个意志来侍奉神 OK 还有一个就是信心 对神的信心 OK 对三弟的信心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圣与魔鬼撒当 得胜了 OK 得胜胜过了 魔鬼撒当 所以 斜的意思是什么 OK 就是有这个 坚持的力量 OK 这个意志 有这样的意志来 侍奉神 然后呢 对神的信心 而且胜过了 魔鬼 胜过了敌人 OK 魔鬼撒当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在犹太族里面 谁是代表什么呢 谁是代表 长业 OK 长业 那包括 后代 包括后代 OK offspring 也代表地皮 OK 就是长业了 所以就讲到 主是跟我们讲了 就是可以讲说 在我们这个家庭 我们一路来都是 侍奉主了 虽然经过很痛苦的日子 当时我们对主要有100% 对神的信心 OK 就是相信王寺都要相信他 像小孩子这样谦卑了 然后又有这个意志力来侍奉神 然后当然靠着神能够打倒魔鬼撒当 我们的敌人不是人 OK 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当 还有一个 那他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OK 最重要的是 祝主耶稣在一起 你就很满足了 感谢赵梅主 你可以想象到 看到主耶稣 他的脸转过来 是跟你笑笑的 OK 就说你了 OK 我就要来接你回 感谢赵梅主 OK 接下来是看到什么 OK 就是一把葡萄 就在你的面具 就这样丢下去 也不是这样 就撒下去 OK 撒下去 我看到 我赶紧就刷一项吉利 当时我比较注意 就是四粒 然后旁边还有一粒 有没有丁六粒 我又看得很清楚 当时不要紧 差不多是五六粒 这个葡萄 也不是红色 所以比较偏向 那个黑色的葡萄 很甜的 哪一种葡萄 当时他的葡萄 好像是洗过了 很清洁了 有看到外面表面上有这个水 还有水刚刚洗过的 那个会亮会亮的 这个葡萄的表面是会亮的 感谢赵梅主 好 接下来呢 就看到这个 好像一个飞机场 飞机的跑道 OK 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OK 那叫他 哦 刚才那边等候 是不是在等候 是不是阿爸不在等候呢 OK 忘记看清楚了 可以讲说 圣灵没有带领 你看清楚 你就不会去看清楚 因为他的意象很快就没了 就是在几秒钟 就好像我的孙子上一次 他不是做他的action 他看到的意象 你可以讲 全部他的那边坐起来只有七秒钟 OK 那是已经算很好了 OK 当时有时候 真的我看到也有三四秒钟 当时你很难说 全部意象里面给你看到 你都会看到一清二楚 尤其是写字 通常会给你看到几个字几个字 当时背景差不多有看到这样 好 就这个跑道呢 有看到飞机 当时我没有画下飞机 因为很久没有画 而且没有画下去飞机 当时有看到飞机 然后字是写什么呢 就是回还行 为什么会回还行呢 OK 回就是过后回家 OK 还就是孩子 OK 回家孩子 行就是一步一步的回家了 OK step step OK 一步一步的回家了 孩子一步一步你要回家了 OK 回来了 OK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这个字叫什么 叫 叫的这个字是五话 五话 是不是要等五天呢 OK 五话叫 就是阿爸父在叫我们回来了 OK 所以有看到一个人站在那边 是不是阿爸父呢 就讲到阿爸父在跑到那边叫我们 等着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OK 那个叫是白色的字是一个亮白字的光的字 好 带点银色 那也接下来有看到这十一八很清楚的十一八十一就是被提八就是新的开始 我希望不是等到八天 OK 就是十一八我相信是被提然后新的开始 OK 希望这个八不是讲被八天 我们真的每一天就好像很慢的过去 我们真的很想快点回家 所以当时还没有回家之前大家都要准备好好不好 OK OK 大家想不想见主耶稣啊 他真的很帅 你看到他你就真的很开心 他很平安 他就是我们的主 OK 因为有他我们才能够到阿爸父才有着能够回到天国 我们才有这个救恩 可以想象到人没有耶稣的话 只有一条路就是走下地狱 地狱是一个没有水喝也没有吃的就是一直痛苦一直被火烧 一直被崇摇的一个地方 而且又肮脏又臭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个地方 OK 接下来呢 那你说Lily你怎么知道呢 圣经讲的一清二楚 大家都可以去叫你Google设计 你说versus describe hell OK 或者mention hell 你就会进去了 就能够进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去过第一 那包括我干妈干外婆 OK 还有呢 还有谁 OK 我自己我的爸爸 就是世界的爸爸 他呢 有去过地狱的门外 OK 门外 那边有一个God OK 在哇 那本书里面写着人的名字 那本书很大本 然后大多数的人都是下地狱 就是可以讲 九十九八千的人都是下地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祝耶稣 为什么我们需要祝耶稣来救我们呢 对不对 OK 接下来 第七那边 OK 就看到五根筷子 那你 我刚才讲到九十九八千 你数一数 真正的谦卑的基督徒有几个 在你的周围 你看到几个 OK 不是说我们要乒乓别人 因为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我们错就要会改 对就要继续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人 有时候看到别人 对我们 我们就要像他们这样 我们谦卑又要更谦卑 如果他们做错了 立刻就为他们祷告 好不好 我们不是在评判人 我们是要为他们祷告 也希望他们呢 有得到这个福分 好不好 就是别人错 你不能够说 哎呀 我不能够评判别人 OK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他错 不要紧一个人做错 不要紧的 跟主耶稣讲对不起 那就好了 这样就没有长进 知道错 为什么你还说不要紧不要紧 错就是错 对不对 罪就是罪 所以立刻就要跟自己讲 那是罪 赶紧要为那个人祷告 不要去攻击那个人 千万不要去攻击别人 就是为那个人祷告 然后呢 当然有机会的话 跟他们讲圣经里面的话 神怎样教导我们 好 接下来第八的话 就看到 有一个灵 给一个圆圈 花亮的圆圈 然后这个旁边是 orange color 这个橙色是真的橙色 但是我没有这个橙色 因为这个橙色是比较浅的 但是它比较深的橙色 然后呢 旁边好像在左右边那边 有看到五粒的这个黑色的圆圈 当时会发亮的黑色 ok 旁边是有银色的 这个黑色是代表 但是这个我相信是代表日子 还是剩下几天 那它的左边那边 left hand side那边 好像有看到 又好像没有看到 但是我没有花下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不很清楚有没有 当时在我另外一边 就有五粒的 真的看得很清楚 大概我相信圣灵有带领我看到的 就是应该看到的了 好不好 接下来第九那边 ok 是这样 我就看到这个字原谅 ok 就看到这个字原谅 原谅就是forgive 然后就听到声音说 接下来我就听到很多声音 这样讲啊声音 ok 真的声音哈 不是头脑里面自己想 不是头脑里面好像好像 不是是真正的听到声音 然后看到这个原谅 之后呢就听到声音说别人 就是原谅别人 ok 然后又听到女人男人 ok 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要原谅 然后接下来就听到声音说叫他们回家 那就是阿爸呼叫大家回家 ok 不管你是男是女 ok 那我们要原谅别人 ok 原谅自己要原谅别人 ok 啊 然后说那些人做出了 我们就赶紧叫他们会赶 叫他们回家啦 ok叫他们回家 男男女女准备好回家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女子 ok 是蛮漂亮的 然后她的脸呢是有面具的 面具为什么是面具呢 面具是不是讲到这个女呢 大概她有分外情啊 或者是说对不起上帝的事啊 所以她放一个面具一遍 人不能够看到她真正的真面目啊 不能够看到她的真面目 所以她放了这个面具啊 所以这边就是讲说那些换罪的人 不管是换罪的妇女还是男的啊 就要赶紧会改 ok 不要 不要怕人家看到你这些面目 就要做正义的事 ok 就公义的事 做对的啊 不要再换罪了啊 所以那就不用戴上面具了 好 接下来就有一位好像一个 一个女的姐妹这样啊 这是姐妹 ok 那个姐妹呢 当然我刚才看到妇女的戴面具呢 我相信是戴上面具给我看到形容什么 然后又看到这个姐妹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不一样的姐妹啊 然后她就手怎样 她就指这边那边那边那边 很漂亮的姐妹就指着 她她的身体会发亮的 是哪一种有一点银色的光发出来的 是一个圣徒啦 可以这样讲 她的手就这样 这边那边那边点点点 好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来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的时候 我一跪下来你知道吗 就听到可以说圣灵 也可以说是上帝了 ok 也可以说是主耶稣 他就在那边很生气 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我听错啊 是不是你生气我啊 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呢 他就很生气在骂 ok 骂什么呢 就是讲很多 就是世人的罪 就是上帝说他不能够再忍下去 就是世人的罪啊 他末来就好像这个你的这边那边 就是就算在基督徒里面 在基督徒的家庭 在基督徒教会里面 很多人都放了这个奸淫的罪 像是圣经里面讲到奸淫的罪 以色的人放奸淫的罪 这个奸淫的罪 在属灵上就是说 ok 兴起这上教会 ok 其他时间人家说去拜偶像 就跟着拜偶像 就先叫你烧香 你就烧香 ok 或者是说人家 拜过的东西 你说不要紧 拜什么都一样的 我信耶稣 你拜佛教 哎呀 我们是一样的啦 ok 我有时候也去你那边拜拜 ok 那你也跟我去教会 ok 这是大错的 错的 因为 不在基督里面 就是拜偶像 不在我们唯一的真神 就是主耶稣 三位一起的神 在主之外 都是偶像 都是属于黑暗的 所以呢 然后谁也讲到 另外一个经营 就是婚外情 做错 这些还没有结婚 就一起睡觉 这些都是 都是 一也叫做 Fornication 都是很普通的罪 大家都知道 上马来西亚 各个国家 ok 男女还没有结婚 就一起睡觉 变成一个 很平常 什么 好像每一个人 都会犯的罪 就没 就每一个人 都没有去 把它看成 一个罪 其实是在神的眼里 是一个很大的罪 ok 当时你说 很难啊 现在男女 都是一起睡觉了 才结婚 当时呢 这是罪 就是罪 就是尽量避免 不要犯 这样的罪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婚外情 你说每个人 都犯这样罪 那我 跟他们 我也是人啊 我又这样的 这样的 思想啊 我也会犯罪 那还有什么 我是人啊 就是一直讲 哪个借口 说自己是人 所以会犯罪 当时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罪啊 对不对 得罪了神 得罪了人 可能是千万不可以换这样的罪啊 那可以想象到 如果 如果今天我们去 去把 去怎样 进入别人的婚姻 ok 进入别人的婚姻 那你去 就把他这个家庭粉碎了 ok 那你说 他的老婆对他的丈夫啊 很凶啊 我来照顾他 那 他不是什么意思呢 你 你 那很凶 是不是因为你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我 这个 是不是 我就要你了 ok 是不是 你去 找老婆 别人的老公啊 或者是老婆啊 ok 跟他有分外情啊 使他们 夫妻不合啊 那谁是罪人啊 最重要的罪人就是自己啦 ok 所以不要换这样的罪 我只是在形容而已 人家呢 就算是男是女是一样的 ok 很多女的也是分外情 真的太多了 ok 太多了 所以呢 这样讲 很多女的是戴上面具 ok 就是说有婚外情 丈夫不知道 谈病人不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他认为 他知道而已 跟那个男的知道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到 上帝知道 他没有想到 天君天使们都知道 他没有知道说 天父天子圣灵都知道 他没有 没有想说 他的祖先都知道 ok 在另外一端的祖先都知道 ok 千万不要换这样的罪 也不要找个借口 没有借口的 ok 不要说 哎呀 因为他老婆太凶了 他老公太凶了 ok 就让我 我很同情他 我很可怜他 让我照顾他 让我养他 ok 或者是说 ok 让我跟他一起 一起安慰他 跟他一起 ok 安慰他 错的 ok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没有说 有什么借口 没有借口的 所以大家 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 大家都分得清清楚楚 就分别为圣 还有一个 我也有看到 我记得 现在到我头脑 我才讲 有一个姐妹在多伦多 神就派我去多伦多 当我去到飞机场的时候 有五个天使在那边接我 ok 看到五个天使 那神就派我去那边 然后 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人 他读大学 ok 这个你的 然后呢 他就有点伤心 关于 他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你知道吗 主耶稣给我看到衣裳是吗 他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我又不敢跟他讲 他的问题是 有一对男女朋友 ok 一对情人 他要 要把他 那个 他那个女的男朋友 把他抢过来 那主耶稣给我 怎样看到 一项 主耶稣就做了一个 一个形样 就是一个action 他就从我 我们 我跟他在祷告的时候 ok 就看到主耶稣 从我们的方向 跑到那一对 情人的方向 ok 跑到那一对 情人的方向 就给我知道说 是他这个 年轻人 这个女孩子 是要抢 要抢别人的男朋友 ok 所以 这也是不对 啊 这也是不对 啊 ok 那你喜欢别人 你就要多祷告 啦 ok ok 神啊 如果这个不对的话 就把他拿掉这种思想 啊 所以别人都已经拿 拿你朋友了 好不好 好 ok 接下来 那你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啊 那 他们一起啊 你要去抢 导致的话 干什么啊 对不对 别人的东西 为什么要去抢啊 别人就就 如果我们需要男朋友 女朋友的话 还没有结婚啊 就祷告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很开心啊 为什么 大家都准备好回家 因为在另一端 你的另一方在等着你 大概都是背提的一群吧 我们这边背提 还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人背提 那些谦卑的基督徒 那些真正爱主耶稣的基督徒 也背提啦 对不对 但是神已经配好了 配好了 这个配偶 已经配好了 配好了 ok 只要我们真实的跟着主耶稣回去 ok 就知道我们神配 神许配给我们的配偶啦 然后感谢赵梅就 那十一那边就 ok 接下来是听到什么呢 他就听到声音说 10 years ago 就是十年前 今年是2019年 十年前是2009年 ok 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Sabi 什么Sabi呢 Sabi是一个 我Google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但是很少人的名字叫做Sabi OK Sabi大概是穆斯林的名字 OK Sabi OK 然后他讲说 You get the worst You get the worst OK 你得到的就是最糟糕的 OK 我不知道 我一直追问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是 我也不敢想象 OK 不要讲太多了 然后我已经跟神说 我不想讲我的丈夫太多了 那接下来就写着 You got Chinese there OK 你那边也有华人 嗯 是什么意思呢 你那边也有华人 OK Sabi是一个穆斯林的名字 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 就是想是一个穆斯林 但是那边也有华人 OK OK 那不要想太多 OK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讲 Holy Bible at ground zero OK Holy Bible就是圣经 at zero 然后听到神也是 ground zero 是什么意思呢 OK 我就后来神给我聪明之位就讲到 我就Google search Holy Bible at ground zero 就是 Ground zero就是911的事件 在2001年美国纽约两个大塔 最早的塔下来三千多个人死掉 那个 好 那边呢 就有那个 嗯 Jonathan OK Jonathan讲到Harbinger 就是一个审判 然后每个人 那他讲 那时候呢 他讲那时候 如果有一本圣经是 我们之前有好几本 也有送人家 那就是这本圣经是一年里面读完的一本圣经 但是在911发生的时候 那一天呢 就是 就是读到的那一篇就是以撒亚书第九章 那时候就是 如果回去 你看 中间那边911 911是在哪里 就是以撒亚书第九章 OK 第九章第十节到十一节 那我就从911开始 就从第九节到十一节 然后十三节也有讲到那些不会该的人就遭殃了 好 那我就从第八节开始 就是神的审判 就足以发言责备 雅各家 就是以色列人 OK 他的责备落在以色列 住在以法连和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都知道说他们骄傲自大的说 装墙倒塌了 我们可以思考重建 OK 上述就是Fictory 斩掉了 我们可以再重相伯数 就是C的 OK 因此耶和华就愤怒了 OK 就是他的敌人来攻击他们 OK 就是一个审判了 但是我的电脑就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 就是说 这边讲到说 OK 神惩罚一个国家 一个地 一个人 OK 但是这个人就很骄傲说 不要紧啊 我可以再起来呀 不管神审判我多少次 我还可以重建起来呀 我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说自己骄傲 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 自己骄傲 就认为自己是神这样 就没有把神看在眼里 对不对 就是故意去换罪 就故意去换罪 是就得到审判了 就好像911的事件 美国这个倒塌 是一个神的警告 对美国的一个警告 然后接下来呢 就听到声音说 One guy standing up The rest fall for it 就是刚才讲到 就是讲到人的骄傲 人的骄傲 神的审判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 在众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站起来 其他都跌倒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众人当中 很多人当中 只有少数少之又少的人 能够站起来 为主站起来 谦卑在主的面前 其他人都骄傲倒塌了 这意思 OK 然后之后呢 我就听到声音 就这个意向就看到文 OK 文 然后就听到一个姐妹的声音说 是谁 是谁 然后第二个姐妹就说 我也不知道 OK 就是听到声音这样 OK 这个文就出现两次 OK 出现两次 然后之后呢 我在写下来的时候 OK 我那时候是九点早上九点三十四分 我的前面 那个圣经那边就好像 这样大声音 这样大 两声 OK 两声 就是我相信是圣灵在 这样的声音 两声 就叫注意了 就九三四 OK 就原言之九三四 嗯 我希望不是三加四七 好 在这边呢 就 然后呢 就听到 OK OK 就看到一项 一项讲什么 一项写着有个弟兄 写着很大声 有个弟兄 哦 这个文 是讲到有一个弟兄 OK 那后来又听到一个姐妹的声音说 手机 手机 大概是讲说 啊 因为Kelvin在中国那边也有放上 另外 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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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是讲说 有一个弟兄 他有听我们的 啊 信息 OK 这个信息 OK 如果弟兄你听到这个信息的话 你一定会知道神在跟你讲话 哈 OK 好像他有讲到失忆 哦 我忘记写下来 OK 忘记写下来 但是我 正在提醒我 OK 我忘记写下来 但不要紧 OK 这个弟兄他是用手机来听这个信息的哈 来听这个信息的话 中文清之后 OK 来听这个信息 手机 OK 然后之后呢 就 主耶 就 圣灵跟我讲说 圣灵讲说 主耶稣说 人略不放弃 事件事意 一切的事意 OK 不能够 不能够 不能够做他的门徒使徒 OK 就是这样一句 主耶稣说 人略不放弃一切的事意 事意是不是世界的起义这些哈 好 事意的话 世间的东西的话 不能够不能够做他的门徒 然后又讲使徒 OK 门徒使徒 OK 所以这边是讲到 啊 我相信我们当中 不知道我们认识不认识 有个弟兄 因为他是用手提电话 听信息的哈 然后呢 神啊 对这个人很很注重啊 这个人 OK 然后我在想说 神啊 你真的很注重这个人哈 然后我就听到声音 主的声音说 Yes I do appreciate That's the point 就是说 是的 我很注重这位弟兄 我很注重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弟兄 这就是重点啊 主耶稣说 这个我 跟你们讲这么多话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我欣赏这个弟兄 我要他慧改 不要 他要放弃世间的一切的事意 OK 呃 作为主耶稣的使徒 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OK 神这样讲啊 那 呃 也看到印象是中文清 中文清 OK 我相信 啊 当中也是有一个人的名字 如果谁 啊 听到这边 你的有个感动 就觉得圣就跟你讲话 啊 然后最后呢 听到一个姐妹的声音说 圣洁啦 OK 我相信这个弟兄一定会改 然后 所以主耶稣 呃 连圣者都都在鼓掌说圣洁啦 OK 接下来呢 我是看到有一个快 呃 不是 呃 他有个五个牙齿 OK 五个牙齿是讲说还有五天呢 希望啊 OK 接下来就可以盘着葡萄 OK 啊 黑色的葡萄好像是几粒 我要吃最少六粒吧 OK 然后有青色的两粒 还有一个会发亮的白色的一粒 OK 所以是不是讲到时间 那 呃 这加起来也有整十天啊 我相信 这个包括 呃 呃 十二个呢 在最后第二轮的 呃 十中是十二 对不对 嗯 好 我希望是少过十二了哈 哈哈哈 OK 越少越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姐妹 她的在黑榜前面哈 啊 好像是一个whiteboard也可以 然后她whiteboard写着 嗯 有两排字 嗯 会发亮的字 但是我只读到上个就是 葬触目 OK 那个姐妹很漂亮哈 我在星天星际这个都很漂亮 每一天都很漂亮哈 南南米米都很帅很漂亮哈 你的漂亮男的帅 OK 然后呢 嗯 嗯 葬触目 这个目就使我想每一次每一次到星天 以前啊 2017年年底去到星天星际哪一端的时候 OK 就每一次要经过这个树木 所以啊 有树木啊 有大概我们去到那边 大概我们一起呢 要在哪一个树木那边记记啊 等候啊 一起一起到那边哈 就会互相相见 我们一定要抱抱抱一下哈 OK 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啊 一个一个台 讲台这样啊 有一个microphone在那边 有个姐妹在那边 然后呢 啊 我还有看到他的墙壁 我挂着图片啊 两个 啊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男生在前面 突然间这个男生转过来 OK 转过来立刻我就知道是主耶稣 哇 很帅的主耶稣啊 就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OK 感谢咱们就 那接下来就看到粉红色的那个 嗯 就好像我这样画 可以这样讲哈 这个粉红色就是要回家的时间 然后有看到四二 四 是不是指的星期四啊 还是指的四天啊 还有另外一个二 然后 这二是主要他的手写的二 OK 他自己亲手写的二 这个二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紧 哦 是不是四月二号呢 他记录最后三天呢 OK 感谢咱们就 那接下来 二我相信 他手在画着二 意思讲非常重要 OK 然后四 十月 二 三 十 OK 接下来 我就看到一个细层 这样 抽细 抽细的东西啊 然后 啊 就好像 压下去 然后又 抽上去这样哈 做这个动作 给我看到 OK 压下去 抽上去 这样 OK 这个就是我想到这个天路 把我们细进去啊 细回家啊 神的力量把我们抽回去了 OK 啊 就是这个天道下来继 我们会 然后看到 呃 十正点 十正点 然后好像听到声音说 十二点 OK 但是我看到是十正点啦 好像后面有这个点啊 当时不要 你 十那就好像十字架 OK 正呢 就五话 OK 是不是五天呢 点呢 OK 一点一点两点的点 点就是讲到天了 我希望不是讲到十五天好不好 好 OK 真的很害怕了 现在就不敢说 呃 剩下多少时间了哈 但是很呃 呃 还有一个很正确的就是 我的眼睛真的不能够拉住啊 你